好 我们要带您看第三方支付的专法 现在要朝开放松绑的一个方向走 而且有重大的突破 行政院已经敲定了要开放O2O的线下实质交易 同时也要松绑多币别支付 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张善政形容说 这样的开放就是以后这样的所谓的一个第三方支付 会变得非常方便而且简单 以后到夜市去吃蚵仔蜜耳 也可以线上副帐 老板王红豆饼 未来像这种50元不到的红豆饼 只要行政院开放第三方支付O2O 只要手机逼一下就可以完成付费 不论红豆蟹还是包奶油 车轮饼甜蜜蜜的滋味让人停都停不了 以后到小摊贩买东西也可以轻松付款 众委张善政形容 以后去夜市吃蚵仔蜜耳也可以线上付账 只是摊桑似乎不买账 直呼很麻烦 很麻烦耶 因为一些流费不效 这10月都流费了 你不要再说一拨一拨 他听不懂 QR Code扫一下 以后民众到实体店面 用手机扫描条码 就可以直接从线上账户扣款 这种便捷服务 也就是行政院即将开放的 第三方支付O2O 线下实施交易 除此之外 多币别支付也将同步启动 那种预备消费的消费者 他可以在他的账户里面 已经预先换好币别了 也就是说我大概存100块美金 存1万块日币 存5000块人民币 他可以自己去控制他 那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用他当地的币别去做清算 业者看好多币别支付 有力抢到海外市场 未来不论人民币还是美元 不但可以线上除职 也可以支付 宣腾许者第三方支付专法 从政府保守作风 专业在业者不断炮声中 走向开放方向 三级新闻的预访海中 台北报道